台湾的外籍移工人数逐年攀升 到今年6月已经高达70万3517人 比3年前还增加了5万人 显示他们对台湾劳动市场的重要性 他们在这里最常可以工作到14年 存了一笔钱回到母国之后 却可能已经与当地的社会脱节 想找工作也只能再度重回劳力市场 现在台湾有一群年轻人 组成了非营利组织 提供实体的课程 还有免费的线上学习 让移工学习中文 还鼓励他们参加华语文认证考试 除了让移工能够透过语言 更快融入本地生活 也希望他们带着中文能力 还有征兆回到母国 增加工作技能 一起来看看独立特派语言的报道 他们在台湾工作和生活 短则数年 长则十多年 以前都没有 如果都饿的话 要买吃的 又有一点紧张 这里面有没有肉 因为我们不能吃猪肉 无论在线上还是在课堂 都可以开心学习 学中文是工作和生活所需 也是台湾人给移工的祝福和感谢 用学习包当作是一个祝福的礼物 然后每一个人就可以拿这个学习包 然后展开它在台湾 可能未来三年五年一个很好的旅程 不就是多了一个技能了吗 那我最主要是会想到 它以后会一年零一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一些什么东西带着 五月底的周日 台北火车站一如往常地聚集了 许多休假仪工 不过这一天 很多人穿上了开斋节服饰 欢庆他们重要的节日 Selamat Hari Raya Idul Fitri Selamat Hari Raya Idul Fitri 广场一侧聚集了一群年轻人 他们正准备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来一场特别的祝福行动 我们有一个节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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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 我们要帮忙一下 就让我们一起去那里 就像拍照照片 然后可以用一个节目的节目的节目 那就是什么节目的节目呢? 好書辦計劃是非營利組織One Forty 正在進行的募資計劃 讓移工獲得免費的中文教材 和線上學習課程 今天是對穆斯林來說 最重要的開齋節 然後每一年其實One Forty 都會辦一些有趣的活動 學習包當作是一個祝福的禮物 然後每一個人就可以拿這個學習包 然後展開它在台灣 可能未來三年五年一個很好的旅程 他們遠度重洋來到語言 文化截然不同的台灣 特別是看護一天24小時都在雇主家 若是溝通不良 很容易造成衝突 許多移工想學中文 卻不得起門而入 開齋節當天 他帶回了這份教材 好書版計劃希望透過募資每年寄送1000份教材給移工 目前大約有1800人申請等待這份中文教材 很多很多的移工傳訊息給我們 他說我也很想要上課 但是沒有辦法放假 或者是因為我們的教室只有在台北 但是他住太遠了 其實全台灣22個縣制 甚至是離島 澎湖 金門 麻祖都有很多的移工 坊間中文教材白白種 這套教材是他們自行編轉 專門為來台工作的移工量身打造的中文課程 但移工跟他們的在台灣的屬境 或是生活的脈絡又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才會編寫一套 就是有35個單元 那每個單元都會是更生活化 更可以回應到他們在台灣跟雇主 對話或是在台灣日常生活的一些需求 這份教材包裝好之後 將會送到全台灣各地的移工手中 不論城市相間 騎著電動車的移工們 已經是台灣的日常風景之一 來自印尼的Dudu 總是利用放假和下班時間 在線上學習中文 你是不是拿著我的錢包 我沒有 請不要誤會我 有了線上課程 對住在外縣市的移工來說 隨時隨地都可以學習 來台灣第八年 現在的他不僅中文說得好 還認得不少字 以前都沒有 如果都餓的話 要買吃的 又有一點緊張 這裡面有沒有肉 因為我們不能吃豬肉 牛肉麵 那裡那個豬的字 我都知道 所以 只是因為學中文 以前真的 比現在差很多 外籍移工中 男性廠工通常中文不太流利 他也一樣 直到發生一起嚴重的工傷 他的右手有四根指頭被機器給切斷 身形遭受重創 加上語言不通 對資深在海外的移工來說 是最難熬的時刻 看到別人我就想生氣 然後心理還沒準備好 然後我覺得我的身體變胖 我的臉很暗 大家都說 我這麼跟一天不一樣 消沉了幾個月之後 他為了想聽懂醫生講的話 和了解病情 開始到小學 和外籍配偶一起學中文 花了一年的時間才跟上進度 後來看到線上學習課程 又積極地申請教材 他們送兩課本到我們住的地方 哇 我非常開心 他們課本就是我們常用的 在台灣 印尼的 很需要這個的 他的故事 他的故事也寫成了印尼文小說 希望以自身的經歷鼓勵所有的移工朋友 他也開始思考這裡的工作結束之後 回到印尼的下一步 如果我回國 這本書我帶回去 我覺得這個很有用 因為在我們地方 那個中文的老師就算很少 然後越來越 台灣跟大陸比較多 他們當然需要中文的老師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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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 吃 飯 吃 飯 每次 每次 140還在台北車站附近 開設了為期一年食堂的實體課 每位移工需要付基本的學雜費 一程度分班 進階班的同學有著強烈的學習動機 有的遠從新竹 甚至台中來這裡上課 他們的中文程度也頗讓人驚豔 想 想是什麼意思呢 想其實有很多意思 那個意思是比如說 Ivy 我好想你喔 或是比如說 天氣好熱喔 我想吃冰 音韵 對 比如說音韵 想 那個字 想 所以想它這個很好用 常常用的字 那每個單元它其實都會有 就是課文單字 跟一些可能補充的文化點 或者是一些 可能會是從比較中文學習上的聚購 針對可能有些能力 可能再好一點的學生 他們會非常積極的想要認字 跟寫中文字 所以有設計了這樣的 就是寫字練習的表格 中文課程的構想 其實是來自於陳凱翔 在學生時代 對於那些在車站大廳的遺工們 感到相當好奇 接觸之後才發現他們在台灣生活的基本需求 一群印尼人他們說他們自己有組一個社團 然後這個社團裡面就是他們想要學中文 然後缺一個中文老師 然後希望一個台灣人可以去當他的中文老師 就問我有沒有辦法 當時的社團課程成了今日實體課的雛形 不少移工從出街一路上到進階課 他們來這裡上課之前 不少人也曾經試圖自學 只是效果不如預期 基本的聽和說都沒有問題 但是他們還希望可以讀寫中文 有的人是基於日常生活的需要 或是幫阿公阿嬤看藥單 也有人希望精進中文能力 日後可以從事相關工作 當翻譯在公司就是可以寫字 可以看也可以念這樣子 當翻譯的是很多人要幫忙的 像跟外老要不懂得什麼東西 就要問那個老師翻譯 所以那個很幫助我們的印尼在這裡的 回去印尼用這份中文能力 找到更好的工作 所以很多有這樣動機的學生 他們就會有更高的意願去參加 這樣的正式考試 那因為這樣的證書 就是考試認證的證書 也會成為他們回去在面試 求職的一個蠻加分的條件 Browney已經通過華語文認證考試 還會繼續往下一級認證邁進 歷屆的學生中有超過30位都拿到了證書 為了配合移工的放假時間 中文實體課程都選在周日 看護們將難得的休假時間拿來學習 也是他們和同學相處的快樂時光 證代表可以 證是白板我摸得到 不可以 不 可以吧 可以吧 冷氣我摸得到嗎 不 因為我要說我摸不到 這個箱子它只有一公斤 大家搬得到嗎 搬得到 對 那大家會用德跟布了嗎 德 德是什麼意思 可以 布是什麼意思 不可以 來臺灣七年的蘇馬 為了想看懂街上的中文寫些什麼 開始有了學習的念頭 我搭不到蚊子 所以一隻被蚊子搭 哦 不 毛蜜跳的高 可以從 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聖母 地板呢 地板 地板 跳到 桌上 她會來這裡上課 還是雇主家帶著她來報名的 原先想為她請一位中文 家教 在朋友介紹下才開始到140上課 在雇主一家人眼中 蘇馬是個做事認真又聰明的好看護 她非常好學 本身也很聰明 那我只是覺得她是需要一些資源 如果有條件的話 我覺得她學的會比 我認識的很多人 絕大多數人都要好很多 她在這個家庭工作了七年 預計兩年後回印尼和家人團聚 雇主家考量到她的未來 而有了協助她學中文的想法 會聽中文又會說 再加上可以寫可以看 不就是多另一個技能的嗎 那我最主要是會想到她以後回印尼的話 我們可以給她一些什麼東西帶走 朝夕相處的阿嬤誇讚她做事手腳快 會煮菜還會變換新菜色 為什麼你讓我記上個中文 為什麼 為什麼你那喜歡就給你嗎 回想剛開始到這個家庭的時候 中文還不好 雙方溝通就在邊聽邊猜當中度過 阿嬤說的時候她要 她的那個動作這樣子 我用在 什麼意思 你說話我聽得懂嗎 我剛剛來的時候 聽不懂 自從上了中文課之後 大家都發現她很認真 早晚都在念書 我說泰灣去睡覺不要過 不要過看的時候 我記得她泰灣我叫她 你不能泰灣 明天都要起來要做事 你去睡覺有嗎 每... 我每天都吃這個地方 上班就差不多10點多要睡覺 她好啦好啦 沒有睡覺 不乖 不乖 沒有聽話 蘇瑪的國台語都是跟雇主學的 在略為眾聽的阿嬤身旁 還是個最佳翻譯 現在兩人的溝通毫無障礙 國語好講 台語不錯 他說他台語說得很好 聽得懂 什麼他都聽得懂 沒有講話他都聽懂 媽媽很幽默的 有心 一些友善 一些支持 讓移工在臺灣漫長的勞動旅程 不會白白走過 外籍公常年為臺灣勞動市場做出貢獻 他們值得多一些支持 擁有人生不同的選擇及可能性 謝謝您收看今天的獨立特派語言 我是陳婷語 我們下次再會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